您好,欢迎您走进Math学院的Python数据部编程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ORM工具的CircleAlchemy的使用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ORM ORM是一种对象关系影射的工具 像ORM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对象关系影射 它是随着面向对象编程开发的方法发展而产生的 面向对象编程中数据保存在对象中 并且在对象中进行交互 它是运行于内存不能够持久化 也就是不能将对象中的数据长久的保存 关系是指关系数据库 接数据库保存在数据库中 那么数据库中的数据我们讲它是可持久化的 通过对象关系影射工具 可以使对象可以轻松的从数据库中载入持久化的数据 对象还可以将需要持久化的对象数据保存至数据库中 这就是对象关系影射工具的作用 即将面向对象编程中的对象中的数据持久化到数据库中 同时也可以将数据库中的持久化数据载入到对象中 下面我们看ORM的工具特性 使用ORM工具可以提高开发效率 不用直接编写查询数据库载入数据的代码 如果我们不使用ORM工具 查询数据库以及从数据库中载入数据的这种对象 需要全部由编程用户自己来做 开发人员不用接触各个语句 可以完成数据库的一般操作 给开发带来了便捷 ORM工具的主要缺点是 不予数据库查询优化 并且可能会带来性能上的损失 下面我们具体来介绍ORM工具的一种 即CircleAlchemy ORM工具在编程领域里面流行了很多 这里面我们重点介绍CircleAlchemy 这种ORM工具 它是一种开源并使用MIT许可证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它 它可以兼容切换多种数据库 比如CircleLite MyCircle PostGreCircle MSCircle 以及ORC等 它的安装也非常简单 只要在管理员方式的命令提示符中 输入 KeepInstall CircleAlchemy 即可 具体的 你可以自己进行安装 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进行演示了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CircleAlchemy这种ORM工具的使用基本步骤 要使用这种对象关系影射 我们需要以下步骤 第一步 构造声明的G类 那么这里 我们构造声明G类 就是指 用于声明对象关系模型的类 这个类 在CircleAlchemy中 它处于子模块 EXT Declarative 这个子模块中的 Declarative Base 这个对象 第二步 我们声明一个对象关系影射的类 而且呢 这个类 我们继承 刚刚所构造的 这个声明的G类 Base 然后是 创建与数据库的连接 创建与数据库连接 我们使用 CircleAlchemy库中的 CircleAlchemy这个函数 来建立与数据库的连接 而且 CircleAlchemy这个函数 它所需要提供的是 数据库连接的字符章 对于 如果我们使用不同的 数据库后台 就使用 对应的数据库 它的连接字符章 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切换 其他的代码 就不需要改变了 这就是 OM工具的 优点之一 接着 我们就可以使用 BaseG类的 原数据对象的 CreateAll 这个方法 来创建所有的表 最后 我们使用绘画 来访问数据库 具体的来讲 首先 我们要创建绘画 创建绘画呢 我们使用 就可以获得绘画对象了 直接调用Session 就会创建一个 可以使用的绘画 那么绘画的方法 具有以下几种 第一个是Session.Add 它的作用 就是将对象的数据 保存到数据库中 我们也可以说成是 持久化到数据库中 第二个是Session的 AddAll方法 Session的AddAll方法 可以将大量对象的数据 持久化到数据库中 那么这样呢 如果我们有大量的数据 就可以以列表 或者是原主等形式 将它提供给AddAll作为参数 使得大量对象的数据 持久化到数据库中 这样呢 非常简便 第三个方法是Session.Corey 它的作用就是查询数据库 查询数据库主要包括以下方法 第一个是FiredBuy 也就是过滤 或者是使用Fired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OrderBuy 也就是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依据某一个列来进行排序 然后是First 当我们查询数据库的时候 可能呢 会查询到多个对象 那么此时呢 我们使用First返回 查询到的第一个对象 然后是Or 就是返回查询的所有对象 同时 这个绘画方法的Corey 如果查询到了多个对象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切片 也就是像序列一样 访问它的E M到N的元素 下面是Session的Delete方法 Session.Delete方法 用于删除对象的数据 也就是将对象持久化到 关系数据库中的数据 进行删除 最后是进行绘画的提交 也就是相当于提交事物 那么绘画提交时 影射类的各种改变都会提交 那么调用的方法 就是Session.Commit 这个呢和我们前面学习的 其他的数据库的Commit 这个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如何去定义一个 对象关系影射的类 那么定义对象关系影射的类 这里面我们首先讲三点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 组件定义的方法 就是使用 番数PrimaryK 等于True 表示呢 这个列为组件 然后呢 主要的列类型包括 Column 也就是用它来构造列对象 具体的使用呢 我们等下在例子当中进行讲解 那么具体的列类型 包括整形 浮点形 字符串形 以及文本形 还有呢序列类型 Date 就是日期 和日期时间 以及布尔形 和二进制形 那么这是具体的列的类型 然后呢 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 就可以定义 影射的模型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一个定义的实例 这个实例程序呢 我们已经 预先将它写好了 首先 程序的开始 第一到三行 导入了 CQAlchemy中的 一些对象 比如 第一行语句 从CQAlchemy这个 部中导入了 CritEnchin Stream Integer 以及Column 第二行中 从CQAlchemy中导入了 DeclarativeBet这个对象 第三行 导入了SessionMaker 也就是我们要得到绘画的 第五行 我们定义了 我们要连接的 数据库的字符串 这个呢 我们可以参考 CQAlchemy这个文档库 来查看 连接每一种数据库 它所使用的 连接字符串 是什么 注意 这里面我们的连接字符串 是MySQL 那表示 我们需要连接的数据库 类型 是MySQL 我们使用的连接库 是MySQL Connector 然后呢 紧跟着的是 数据库的用户名 密码 12356 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视频中 给大家介绍过的 我们新建立的这个密码 是12356 然后呢 是连接的主机 由于呢 这个主机就是我这台计算机 所以呢 是LocalHouse 表示本机 紧接着是 冒号后面边上 数据库连接的端口 3306 最后是数据库的名称 Test 紧接着第七行 我们建立了这个G类 也就是用于声明 关系影射模型的G类 直接将Declary ReativeBase 进行实力化 就可以了 紧接着 我们将从第九行开始 声明了一个 对象关系的影射模型 首先我们看 这个影射模型 仍然是一个类的形式 来进行定义的 这个类的名称是user 然后呢 它继承了Base 我们刚刚创立的这个G类 在G类中 我们直接定义 TableName 也就是表的名称 注意呢 这个TableName这个名称 是特殊指定的 在它的前方和后方 各有两个下滑线 它说明它具有一个自由的属性 从外部呢 我们一般不能更改 或者是不需要更改这个名称 也就是这个对象 它在关系数据库中 生成的表名应该是这个user 然后我们定义了两个列 这个表中的第一个列为id 也就是它的列名 然后利用column这个对象来创建列 那么这个列它的数据类型是整形 并且我们指定这个列作为这个表user中的组件 第二个列呢 它的列名为name 然后我们用column这个对象 同样定义了它的类型为dream 并且呢最大的长度为50 紧接着我们在第14行创建了连接 那么就是直接使用前面导入的create entry 来创建到数据库的连接 同时呢我们将dbname连接字符串 提供给了这个create entry方法 第15行 我们又调用了based的metadata 这个原数据类型的方法create all 来创建上面所定义的所有表 这个创建表是直接在后台完成了 然后我们紧接着是创建绘画 并且呢实力化了这个绘画 也就是作为session来使用的 下面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程序的运行 我们要运行这个程序 首先呢需要后台数据库的支持 我们启动命令提示符 然后呢启动后台数据库 这样呢这个后台数据库就启动完了 下面我们尝试在交互环境下来运行这个程序 打开刚刚这个文件 这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程序文件 直接运行它 运行以后我们可以直接返回了 但是这里的程序都已经运行了 下面我们参照刚刚介绍的这个绘画的方法 来像数据库当中来使用绘画 管理对象以及数据库 首先我们来措施化一个user对象 所以这个措施化user对象 我们并没有给它的任何列复值 所以呢我们需要将这些列进行复值 比如我们将它的id复值为g 将它的name 这个列 复值为lily 然后我们就可以调用session这个对象 的add方法 将这个user这个对象 持久化到数据库中 这个时候呢 它只是在绘画当中进行了添加 如果让它真正的保存到数据库中 我们需要调用 session的commit方法 进行事故提交 同样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措施化一个user对象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使用关键字的参数 我们使用关键字的参数 比如id等于r name等于bob 同样我们还可以调用session add 将它添加到绘画中 最后呢 我们再调用session.commit 取交的数据库 这是建立一个新的数据 然后呢 我们可以对这些新的数据进行查询 比如我们要查询id等于r的这个数据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session.query 它的方法 注意我们这时候传入的是user这个对象 然后呢 使用file 这个过滤条件呢 就是id等于r 也就是我们要查询的是这个user 由于它得到的是一个列表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它的first方法来取得查询到的值 我们将它付给u3 这个变量 那我们来查看 u3 可以看到 u3就是一个user对象的一个实例 那么这是user object 因此我们查询的时候 返回的呢 不是一个关系数据库中的一个一个列 而是呢得到了这个对象 这就是对象关系影射的优点 也就是我们以对象的方式来管理这些数据 最后呢我们还可以将对象中的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 查询的时候呢就直接得到了对象 那我们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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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对象中的数据 u3.id 就是u3这个对象的id号为r 它的名字 正好是u2所备用的这条记录 那么当然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delete方法来删除它 比如我们要将u3从数据库中删除 然后呢我们提交它 这样呢 u3这个对象和对应的数据记录 就会从关系数据库中将它删除 那我们再次查询这个u3 再次查询它 看一下u3 它是一个空的 也就是呢 因为我们刚刚呢已经将它删除了 这样呢它就为空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order.by 也就是对查询到的对象 按照某个列进行排序 也可以使用的 这里呢我们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这就是使用Secure Alchemy这种对象关系影射工具的基本使用程序 大家呢课后可以再仔细的去研读 以期呢能够熟练的使用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 使用这种工具建立的影射模型 我们如何进行基本的操作 这些基本的操作 包括建立新对象 更新对象 删除对象 以及查询对象 这些呢 其实我们在刚刚的演示中呢 已经都做出了相应的演示 比如建立新对象 就是呢 实力化一个对象 然后调用资深点add的方法 来将这个对象加到绘画中 最后呢 提交事物 就可以建立对象了 这个呢 我们在刚刚的这个 交互环境下 已经演示了 就是建立新对象 然后呢 添加到绘画中 最后呢 提交事物 其次是更新对象 那么对于这个对象的 数据的更新 是非常简单容易实现的 比如我们在这个交互环境下 还可以更新 这个由这个对象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将由这个对象 进行更新一下 比如我们将它的id 定义为3 然后呢 我们同样使用 再生点commit 来提交 这样呢 我们再查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查询id为3的 看一下 u.name是什么 可以看到 u.name就是 Lily 就是我们刚刚 新建的这个名字 但是呢 它的id号 已经更新于3了 这就是 更新的操作 那么删除操作呢 我们刚刚在这个 交互环境下 也已经演示了 其实就是调用 绘画对象的 delete方法 将要删除的对象 提供给delete方法 作为参数 最后呢 提交事物 就可以将 这个对象 删除了 然后 比较复杂的 就是查询对象 查询对象呢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演示了 query firedby 以及first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这几种查询 用fired也可以实现查询 和firedby 是比较类似的 比如我们将这个语句进行修改 所以我们如果使用fired的话 需要将定义的影射类 填写在这个地方 由者.id等于3 然后呢 我们运行它 这个地方呢 这个运算符写错了 需要使用一个表达式 而不是像刚才firedby 这种直接用整号就可以了 这样呢 我们查询 再到一个对象 和刚刚呢 是相同的 也就是 我们可以同时使用fired 或者是firedby 来查询 下面 我们具体来看 还有一个all 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要查询 所有的对象 我们可以使用all 这个方法 现在呢 我们将ur刚刚被我们删掉了 再次添加进去 然后呢 提交 好 现在我们要查询获取所有的对象 我们看 我们在user 这个对应的关系数据库中 有两条记录 也就是一个id等于2的 一个是id等于3的 现在呢 我们查询到了 所有的两条记录 那么这就是all方法的基本使用 下面我们具体再来看 orderby 也就是我们要对查询的结果进行排序 排序所使用的语法就是这样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有顺序的序列 我们来看一下第0个 我们把它复制给一个对象的渐量 我们来看看它的第0个对象的id是什么 第一对象的id 可以看到 它就是依据rid的顺序来进行排序的 那么这是orderby 它的基本使用方法 当然呢 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切片 我们如果查询得到了多个这样的对象序列 我们就可以像使用列表一样 来进行对它切片 这个呢 我们就不再进行演示了 还包括查询后直接删除 比如我们要将这个查询道的值进行直接删除 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要将id号为3的 这个查询到的对象进行删除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查询所有的对象 可以看到 ul中只包含了一个对象 那么这是基本的操作方法 我们知道在关系数据库中 表之间是可以建立关系的 我们在关系数据库中研究的常常是一对一关系 以及一对多和多对多的关系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在CPUAlchemy这个对象中如何建立关系 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演示两个 一个是一对多关系 一个是多对多的关系 操作关系 在CPUAlchemy这个对象关系 也是工具中 我们操作关系如同操作列表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 一对多关系的实例程序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实例程序 在这个实例程序的一开始 我们仍然是导入了相关的对象 然后呢 定义了数据库的连接特负串 同样呢 我们也建议了一个base 也就是G类 然后我们定义了两个对象关系影射的模型 第一个呢 是user 和刚刚呢 是样的 但是在里面我们增加了一个addressed 这个列 而且呢 这个列它在定义的时候 是一个关系 也就是relationship 那么这个关系 和谁发生关系呢 那么就是addressed 也就是这个对象关系影射模型addressed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backref 那么这个关键的参数 这个名称是我们可以追一起的 那么也就是说 当user引用addressed这个表的时候 它使用的名称是addressed is 而反过来addressed这个表 要引用user呢 它使用的名称是itsuser 那么这是它的定义方法 在另外一张表 也就是在另外一个影射模型addressed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仍然是首先定义了一个ID 也就是它的作为组件的 这么一个整形的列 然后呢是UID 所以这个UID它也是一个整形列 但是有一个foreign key 表示呢这个UID是一个外件 也就是user这个表 所以这个名称是user这个表名 它不是user这个类名 所以呢 用user.id表示呢 是这个user表中的ID列作为外件 在19号 我们在为这个表定义了addressed这个列 它呢是字符算类型 长度呢为100 这样UID这个模型和addressed模型 就建立了一对多的关系 也就是user为一方 addressed为多方 下面我们在交互式环境下来演示一下 首先打开这个程序 直接运行它 当然这个运行是没有任何输出的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这个一对多关系如何建立 那么刚刚呢 我们在user当中已经插入了一些数据 那么我们将这个数据查询出来 我们看看只有 只有两个对象 那么第一个对象 他的id号为2 第二个对象 他的id号为3 那么这是用户里面的对象 下面我们为id号为2的这个user对象 建立两个地址 第二个地址 第二个地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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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查看 可以零个元素的 接触这个关系 它是一个空的列表 我们可以将ia和bb 分别加入到这个空的列表中 用列表的操作方法 首先我们将ia加入到进去 然后呢我们将ab这个地址也可以加入进去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 可以直接查看 它的地址具有两个 比如我们要看到 第一个地址里面的地址 第一个地址里面的地址 第一个地址里面的地址具体是多少 第一个地址里面的地址具体是多少 我们可以使用 第一个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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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将它持久化 保存到数据库中 直接调用cension点 执行 执行 这样呢它就持久化到数据库中了 现在呢我们来查询一下 这个数据 我们刚刚加入的是ID号为2的这个对象 我们看一下同样的返回ID号为2的这个对象 就是这个第0元素它的ID号为2 也就是我们刚刚为它添加了对应关系数据的 那么这个对象 所以呢我们首先重新将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我们就通过Utn assess in 就可以直接获取到这个用户它的所有的密集 这就是一对多关系的建立方法 多对多关系的建立方法 我们这里面呢也有一个实例程序 这个实例程序呢 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定义了一个多对多关系的中间表 也就是这个 association这张表 那么它的定义方法就是使用Table这个对象来建立这个表 然后呢我们在 然后呢我们在这两个contact 也就是联系人以及呢它的分组 来建立这两张表 并且呢 并且呢在这两张表之间我们建立了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relationship中有一个 对这个relationship中有一个 secondary这个关键的参数 表示呢 表示呢它的中间表是指向contact group这个表对象的 那么它的具体操作方法 那么它的具体操作方法和一定多关系是类似的 这里呢我们就不再演示了 那么这节课我们主要介绍 使用 orm工具的 securealchemy这个工具 orm工具的意义 什么是orm 以及securealchemy这个工具的使用步骤 以及定义实力的方法和操纵数据库的基本方法 作业是第一 要理解什么是orm 使用它呢有什么好处 第二使用securealchemy的基本步骤是什么 第三定义个影射实力 并在交互式模式下练习各项数据库的基本操作方法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